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表示,他前天起就一直关心新北灾情,他认为参选人应该在天灾来时要有积极作为,要注意到怎样协助灾民。 记者及荣誉摄影 分享,北台湾从前天降下好几波豪雨,西纸,永河都传出鸡烟水,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,苏贞昌昨天在满档行程中也不忘关心豪雨灾情。 侯友宜表示,参选人在天灾时要跟市民在一起,尽全力协助灾民。苏贞昌说,极端性气候下排水跟防洪设施要加强,才能减少市民损失。 侯友宜昨天上午顶住豪雨炮行程,他参加党籍议员参选人蔡建唐丹凤区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表示,从前天起就一直监看气象,关心灾情,也听闻西指,永河及烟水较明显,他说,应变中心都有灾处理,全市29条红,黄色吐石流境界区也预警性撤离,呼吁民众配合。 保障自身安全,侯友宜表示,这是一个参选人应该做的事,应该在天灾的时候跟市民在一起,要有积极作为,更要注意怎样来协助灾民。 他也说,一早到淡水原本建议取消建唐日活动,后来得知主办单位修改路线缩短活动确保平安,他才放心前往。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,左三,左说,过去他很努力解决北线水患问题。 现在极端型气候瞬间雨量爆凉,不是一般设施能输解,建议市政上对防洪,排水都要加强。 记者施红基摄影 分享。 苏贞昌昨天也在三英、树林等地区跑行程,苏贞昌表示,过去台北线也很会淹水,所以他努力治水,但是现在极端型气候,瞬间雨量经常爆凉,有时也不是一般设施能够应付。 民众应该更小心戒备,面对豪雨也要做防灾跟逃难的各种准备。 苏贞昌昨天并且建议,各地区的排水以及防洪设施都要加强,让民众能够在极端型气候下面对天灾,可以尽量减少损失。